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10 Plus跟Mate 9比拼而不是Mate 9 Pro的一大原因是他们同样采用了IPS屏幕 而且是平面的 曲面屏跟AMOLED毕竟是部分用户拒绝入手Mate 9 Pro的原因了 而在5.9吋的Mate 9跟5.5吋的P10 Plus间选择 大小毋庸置疑是一大考虑 这时候P10 Plus窄了4毫米 短了3毫米 对比Mate 9就是更容易单手紧握的 但由于Mate 9的屏障比更高 达到77.5% 大小又不是太大的差距 还算可以单手操作的 只是比较危险就是了 至于设计方面 详细的描述欢迎收看他们分别的深入评测 但如果你是对设计有更高的要求就不用考虑Mate 9了 就是标准的三段式设计 而且顶端跟底端的天线部分有色差问题 而在背面到侧边的过度也有的确看起来比较精致的钻石切割工艺 但配上原来就比较方正的机身 自然没有P10 Plus的渗滑 谈到P10 Plus 渗入评测也有谈到同样是5.5吋的手机当中屏障比比较高的一款 甚至可以完全的藏在Pixel XL下面 而类似iPhone的一体弧形设计配上圆润的四角 上手的感觉是最慎滑的手机 甚至爽滑 对爽滑 虽然大小单手操作没有问题 但6.98毫米 一体弧形圆润的金属机身及墨感同样是比较危险的 但整体P10 Plus的设计还是比较大气 成熟 有个性一点的 而硬件方面 P10 Plus 的电源键做得更精致 有独特的触感 也跟P9系列一样有红色的包袱 另外红外线发射器 两只手机也是有的 3.5毫米耳机插口 USB Type-C插口 双喇叭等都是一致的 操作逻辑上唯一的分别就是 Mi9 放在背面的指纹识别器 同时支持 Android 7 的手势操作 这样的设计对单手操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尤其在大屏幕的手机 相反 P10 Plus 前置的指纹识别器 的确放在桌上的时候解锁是比较方便的 但这么大的下巴居然合并了主页键 跟返回更多工的指令 我自己不用几分钟就适应了 而且指令也比较少出现偏差的问题 但相信部分用户还是不会适应的 这时候就可以切换回虚拟的导向键 这时候 5.5寸跟 5.9寸的分别就更明显了 整体 P10 Plus 的设计更有个性 尺寸也是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 而 Mi9 在针对单手操作的手势就更全面的考虑 来到功能跟效能方面 虽然 P10 Plus 的 EMUI 更新到 5.1 的版本 但功能用了一段时间还是找不到分别的 而华为加入的手势操作功能绝对是众多厂商中最夸张的 而且系统的功能丰富 大家想到的都有的水平 有兴趣的欢迎收看顺右的评测 相信效能的分别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P10 Plus 的标配就提升到6加128GB 的水平 而面前的 Mi9 就只配备了4加64GB 的规格 但 CPU 跟 GPU 的效能 Mi9 跟 P10 系列大致是一致的 但同样配备了2K 屏幕的 Mi9 Pro 玩目前最繁重的游戏有明显的掉格问题 基本上是不可玩的 而在 P10 Plus 上一致的 GPU 一致的屏幕解析度 玩同样的游戏 同样的关卡就完美的流畅 只是配备了 1080p 的屏幕 Mi9 原来就完美的流畅 所以 P10 Plus 跟 Mi9 在游戏方面的体验只是屏幕尺寸的考虑 E8 的操作分别也是微乎其微的 但开动简单应用的灵敏度 部分时候 P10 Plus 倒是有非常少的进步 但差别还是要比拼慢镜才会看到的 好了 按照统一的应用速度测试 只看大型游戏的速度 P10 Plus 用了60秒 对比 Mi9 只用了53秒就打开了所有的游戏 慢了7秒 整体 P10 Plus 打开一系列应用的速度 居然还比 Mi9 系列退步了 会不会真的是不同内存版本的影响呢 但速度还算目前顶尖旗舰的水平不用太担心的 第二回重新打开在背景运行的后台应用 4GB RAM 的 Mi9 其实已经非常的足够了 有同等的一点立即加入的效果 多工的闪存管理华为是做的比较好的一家 所以效能跟功能方面 Mi9 跟 P10 Plus 有一致接近一致的水平不是最大的考虑 来到今天最大的亮点 照相机 P10 Plus 采用的 Leica 双镜头 终于提升到 F1.8 大光圈 型号也是更高端的 Summilux 镜头 对比 Mi9 或者标准 P10 的 F2.2 光圈 Summarit 镜头 但同样支持光学防抖 雷射对焦 Face Detection Auto Focus 等的功能 应用的操作到功能倒是没有大的改动 一系列的模式也是基本的一致的 包括光影效果、Monochrome黑白模式等 完整的功能介绍欢迎稍后查看它们完整的评测 今天主要找的是它们的分别 双镜头模式的确是一致的 可以模仿 F0.95 到 F16 光圈的景深模式 而 P10 Plus 除了逐镜头的提升 前置摄像头也用了跟 Like 合作研发的镜头 也就是自拍也支持后镜头同样加入的人像模式 会自动侦测人像然后模仿单反的景深效果 但对比下前置摄像头的人像模式 运算的准确度明显的没有后镜头的厉害 虽然成像的细节保留度高 但景深效果可用度偏低的 好了 现在终于比拼它们的成像效果 由于像素没有改动加上 P10 Plus 延续了 Mi 9 系列的成像风格 在光源充足的情况下 无论细腻度、色彩饱和度到色温都是非常接近的水平 但高对比控制、动态范围 暗处的部分 P10 Plus 多次同样比 Mi 9 有更光亮的处理 但整张照片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这次同样分别是微乎其微的 但红色的呈现 P10 Plus 是稍微更深沉、准确一点的 但留意分别真的是太小了 可能要在广色域的屏幕上并列比拼才会看到 细节也是基本的一致 这张就连并列比拼也看不到分别 色温、饱和度、高对比控制到细节也是完全一致 暗处也一样,噪点控制有一致的水平 这张更夸张的高对比场景 同样 P10 Plus 在暗处主角有稍微更光亮的处理 同时细节保留度也有稍微的提升 红色的层次也同样是稍微的更分明的 这次更高难度终极的高对比场景 P10 Plus 的瞬光控制有稍微的改善 Midu 的瞬光导致把平衡整张照片偏红的 P10 Plus 暗处的细节也是更分明 瞬光的影响下整张照片的细节更好 来到这张看一下构图最复杂的场景 动态范围 Dynamic Range 继续是同等的水平 但 P10 Plus 的绿色层次更分明 对比度也稍微的高一点 整体的感觉比较立体 同时看一下白色的花 P10 Plus 的曝光控制有改善 但还是稍微的过曝 整体光源充足的情况下 大部分时候分别是微乎其微的 刚才展示的样张是数十张照片中分别最分明的底张 可以看到 P10 Plus 的镜头在细腻度 算光控制 还有动态范围是有提升的 但不是特别的明显 过高的锐利度还是没有得到改善 相机 ISP 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好了终于来到夜景 虽然 P10 Plus 配备了更大的光圈 F1.8 大光圈 但实际的光亮度并没有提升 色彩饱和度也是同等的水平 但华华针对的看来是更细腻的细节 同时更深畅的拍摄体验 这张可以看到砖头的细节 P10 Plus 放大的时候是有分别到的提升的 第二组同样有同等鲜艳的色彩 光亮度也是找不到分别的 但仔细观察组织的细节还是有提升 层次比较分明的 这次甚至Mate 9 的成像更光亮 但P10 Plus 的对比度更高 而且背景的噪点控制有更好的表现 进一步查看细节的表现 这次 P10 Plus 明显的更理想 红色的呈现也同样更实在的 这时候看一下他们自动模式在极端夜景的设定 F2.2 光圈的Mate 9 要达到同等的光亮度 就只好让快门速度放慢到四分一秒 同时感光值飙到超过1000的水平 对比下 P10 Plus 七分一秒的快门速度 800 感光值的设定 不但更容易拍到稳定的成像 同时噪点控制有跟大家看到的更好的水平 这次的分别同样要并列比拼才会看到的 而细节的表现两只手机继续统一的水平 但同样查看照片的资料 P10 Plus 使用了跟Mate 9 一致的快门速度 但感光值是第一级的640 再一次达到确定 华为的导向是同等的光亮度色彩饱和度 但更好的细节更迅速的拍摄体验 最后的这张现场是这样 是大家想到最极端的夜景 两只手机其实已经达到旗舰手机应有的水平 但同样仔细查看暗处的细节 P10 Plus 的成像层次稍微的更分明 虽然前景的细节水平一致 但左向找背景的高楼 Mate 9 就有一点松散的 P10 Plus 的成像稍微的高一层楼 整体光源充足的情况分别是微乎其微 P10 Plus 的 Dynamic Range 动态范围 跟旋光控制有稍微的进步 夜景就在细节照点控制有更明显 但还算不上大升级的提升 录影方面就继续有明显的锐利化 同时软件后期稳定的痕迹也是比较明显 现在来自P10 Plus 的短片 同样只是可用的水平没有太大的改进 来到多媒体应用的部分 的确 5.9 寸的Mate 9 看影片或者玩游戏的体验会更爽 但论屏幕显示效果 1080p 放在 5.9 寸的屏幕上 文字的细腻度明显没有QHD 2K 分辨率的P10 Plus 高 白平衡也看到Mate 9 原生是绿一点的 这方面P10 Plus 就有明显的进步 色彩也是明显的看到P10 Plus 的屏幕色彩薄度更高 层次分明一点 1600比1的对比度也让P10 Plus 的屏幕看起来更立体 显示效果是我认为P10 Plus 比Mate 9 最有明显提升的地方 而音质出众中低音效果甚至比 HTC 对新旗舰 BoomSound 的双喇叭更好的 就没有进步 也没有退步 同样玩游戏的体验非常爽 而音质输出方面也是同等的水平 同样是主流旗舰的推力跟音质 没有大惊喜但有让人满意的表现 整体 双喇叭跟P10 Plus 上超美的屏幕 或者Mate 9 上异常大的屏幕 多媒体应用是接近满分的表现 看色彩还是尺寸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最后电池续航里 Mate 9 配备了更大的 4000mAh 电池 对比 P10 Plus 的 3750 但 5.9 寸的 1080p 屏幕还是 5.5 寸的 2K 屏幕更耗电了 按照统一的应用速度测试 第一回以最高的屏幕亮度播放4小时 YouTube 影片 P10 Plus 的表现有明显的下滑 跟Mate 9 是顶尖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但上一次深入评测也有说到 P10 Plus 的屏幕最高的亮度有一定提升 所以第二回的测试会更贴近日常使用的情况 以一半的亮度播放1小时的 YouTube 影片 刷 Facebook 一个小时 最后打 Clash Royale 一个小时 这次 P10 Plus 回到Mate 9 的水平 续航力也没有太大的失望 只是 Mate 9 Pro 的续航力会更好一点 快充方面 P10 Plus 也是跟 Mate 9 支持一致的 22.5W 充电 整体跟 Mate 9 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结论 功能效能喇叭跟耳机音质输出没有决定性的改动 而 P10 Plus 的设计更大气更成熟 相机的动态范围 渲光控制 低光的细节 因为 F1.8 大光圈 还有 Semi Lux 镜头 有分别到的差别 最明显 而且重要的提升是色彩层次更丰富 对比度更高的屏幕 还有对比 Mate 9 Pro 进步的游戏体验 这方面 1080p 屏幕的 Mate 9 没有太大的分别 留意 今天的评测并没有考虑它们的售价 那如果考虑的话 那款才是你的选择呢 欢迎下面留言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 还有订阅频道 即将也会有更多手机的评测 还有笔评 下一次再见